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噢!摸了一些咬耶 你要錄它,像那個錄狗、錄貓一樣 錄它有聲音啊 好玩喔 在家裡錄有這個位置 我覺得它可以在這邊錄一整天 小字的有聲音嗎? 哇!小字的也有聲音 不同鳥的聲音不一樣 哇!還有隨著你錄的速度有不一樣 有節奏出來 它這個地方就是 聲音結合音樂、演奏出場 所以它有很多音樂盒,也有很多座位 它希望你可以坐在那邊休息 聽聽聲音 聽聽大自然的聲音 聽聽別人在那邊錄,錄出來的音樂 就是很放鬆的在這邊 走路散步 累的坐下來 聽聽大自然的聲音這樣 不古風 這隻鹿是自己家裡後院多爽 風鈴就是天然的音樂盒 真正的聲音 真正的聲音 每一個都給它拉一下 代表有來過 打卡 看到嬰兒就衝 看到嬰兒就拉 這個是轉的 它用空氣壓力的方式 這個說是黑膠唱片的前身 你也可以在這裡組裝音樂 它有曲目 然後會教你怎麼組 就跟你說音樂盒是怎麼做出來的 剛剛不是有一個柯南的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音樂和販售的館 它整個風格跟雜謊的那個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差異性有做出來 要不然沒辦法跟他們也規模 他們最後還有一個自己組裝的小工坊 定時會開 可以自己在這邊完成一顆自己組裝的小音樂盒 包含你想要什麼音樂都可以選 因為大家一定會拿這邊跟雜謊的那個音樂盒去比較 這邊總結是這樣 它有一個自動音樂盒的演奏廳 你可以坐在那邊聽大概10分鐘 15分鐘的自動音樂盒演奏 然後呢 它有一個咖啡廳 你大概可以點個檢餐在這邊坐一下 然後呢 出去後面有一個森林 這森林大概走路1520分鐘可以走完 完畢以後 最後有一個小小的販售處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結合 比較不像雜謊那邊也是單純一個超大的賣 賣一個音樂盒的地方 所以可以來這邊體驗個半天我覺得還不錯 有一個戶外的森林結合音樂盒的那一個概念跟那一個模式 超好玩的 它就是有點像尋寶那種概念 就是一些不一樣形式的音樂盒 有的是用手啦 有的是用轉的 或者是用敲的 各個年代的那種音樂盒的呈現方式都不一樣 然後你存在森林裡面讓你去尋寶摸索 然後你真的觸碰它 它可能會發出什麼音樂你不知道 然後它會結合森林大自然的那種 從你兩叫的聲音 演奏出一個交響力的那種感覺 它主要是要給你這種體驗 所以如果你來這裡 你不要你那種 你是一個商業想要找音樂盒 用音樂盒的形式去看 你要用大自然的角度跟音樂 結合你心態去看著別的音樂 結合那麼久沒有一個人堆起來 哇我弄短 它這裡有雪人製造機 就堆一個雪人出來 這是人造的人工的雪場 他們那個更專業 他們那小小的那個像那個冰淇淋 夾那個冰淇淋 很可愛 可是那個塑膠應該產比較低 因為這是人工雪 對 它比較硬 對 蒸起就算硬了也不會硬成這種冰 對 這個就真的像 剉冰 對 這個就真的很像剉冰 這個是硬的 對啊 去夜市或去外面買剉冰 然後帶回家 打開來的時候 那個冰就被壓得很硬 你就要拿湯匙在那裡搓搓搓 對 在那邊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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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就大概那個硬度 前面那是天和湖嗎 剛剛有一群小朋友啦 沒有自演的東西吧 哇這個天空超漂亮的 他們在練習滑雪 小小滑雪的器具 那這邊還是真的有可以滑雪啦 跟我們剛剛那個玩雪的不一樣 我們是初學者專區 我們是幼幼班 它這裡真的可以租雪具 然後這邊 真的就是日本人 他們真的就是來這邊滑雪的 帽子 太陽眼鏡 圍巾 手銅 餐廳 它可以到那邊 它可以看到下面 它有寫身高適合的滑雪用具 不錯 不然我們比較矮的 但是不考上 這是他們滑雪的地方 歡迎光臨 我們好多 還好多 欸 這顆 我替你貓 我替你貓 看來我賓 對 Gel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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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lda